南韓首尔离泰院的周六夜 穿着各种半装服饰的民众 脸上惊魂未定 谁也没想到 一场万圣节派对竟会乐极深悲 因为目击者表示 从晚间六点开始 街上涌现大批人潮 分别从左右两边 寄进事发地点的小巷子 而在中间的人顿时动弹不得 随着时间过去 街上人越多 也几乎拿不出手机打电话 十点二十分 警消接到通报 有人快不能呼吸 人群拥挤 颓壤的情形恶化 就在十点四十分时 又传出有名人 在离泰院某间酒吧出没 结果窄相瞬间涌入大批人潮 激烈推几下 一个人跌倒后 惨事就这样发生 所有人顺着斜坡 骨牌式倒下 堆叠了至少有五六层 大马路上一台接一台的救护车 陆续抵达现场 现场早已经乱成一团 尖叫哭喊声 到处都是 警笛和口哨声 穿插救难人员 要大家让路给消防车的声音 现场民众一下两下 CPR的手势一直没停 尽管包括首尔在内 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名急救人员 和经济到全数消防车 都全被派来支援救人 但还是有许多年轻人 等不到救难人员抵达 就已经回天乏术 造成死伤人数 共超过两百多人 这也成为2014年 四月号渡轮沉没后 南韩伤亡最惨重的事故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